全部马不准备 多档十场耳班千艳末的短途赛事 七大热 准备 现在开集的时候 今天前面快的马 中间城西好运 马宝宝埋伴 还有京京千里胜利明星 大外档抢的马 有真好彩 最出飞龙驱马 中间还有腾龙超影 在最出睡眠大学也走上去 最后一层的马 大热在尾六中档 有白衫彩幅 外面位置有活力小区红衫 尾四英勇大师 尾三就马买之声尾二 粉红衫马 好吉利 暂时电后就是一只争分夺秒 转弯的时候 前面真好彩带头 接着第二位飞龙驱 内南第三城西好运 中间还见到马匹有亚马宝宝 外面睡眠大壳 大外档红衫还有活力小区 蓝衫不要内南 京京千里一早已经拿出去了 接着后面粉红衫 好吉利 在后面还有争分夺秒 最后直路 前面透出的马还是真好彩 飞龙驱追上来 再见到埋变位置 还有诚勢好运 中档追 争分夺秒 京京千里 再在里面位置 还有英勇大师 最后八多米 透出的马还是争分夺秒 斗飞龙驱 外面争分夺秒 很轻松上来 争分夺秒 赢跑第二名 飞龙驱第三名 有这只真好彩 和京京千里需要拍照 结果这场赛事 这只争分夺秒 赢起上来的姿态都很轻松 缩在后面跑 跑第二名 飞龙驱第三名 埋变真好彩 外面京京千里要拍照 这只争分夺秒 莫雷拉 胜出今天的尾场赛事 跑第二名 四号 飞龙驱 这一笔蓝莫背汤尾 第三名 里面真好彩 看起来还顶着 京京千里 三四名拍照 最后2.8倍 这一笔真夺夺秒 飞龙驱前一次 飞龙驱很健康 打算是不行吧 吓吓你 跑第二四 今天打算是不行吧 草地 是 他在这个路程跑 今天第二次第二 都是想着 都不会得挂 不得挂 又挂了他 但这一笔好像很利前领 当然了 47秒一跑二班 但哪一只包尾追得出来赢 没错 那有多厉害呢 133磅 他的末段时速是21秒59 那你该死吧 超强加速力 如果能夾出来这些 他不是红衣省神吗 还要可能贵初第一场都未必很十足 当然中心抹第一场可能的威力是大一点 但133磅 现在还在最后 连京京千里守着那些位置都追不到比赛 他可以只能赢 都很夸张 这几步的加速力真的很夸张 这些水准 如果以这场的部速 应该是香港代表队级 下一代 近乎都没可能 近乎都没可能 根本是 哪一只追近 后面都没有一只追近 英勇大师 叫他近一点 京京千里的那些已经是神草之星 飞到阵都追不到 很年轻 虽然他好像已经赢过很多场 欣赏多一次 这些位置你觉得没可能追到 他想像上京千里出带他 然后发现你也不快 不如我拔出来了 其实他不是不快 是大家都慢 不足够带他出去 但是自己捐出去走 真是很厉害 真是很厉害 好 看看第三名的照片 拍不到前面那一张 第三名还真幸運 分点时间是头段23秒93 第二是23秒17 末段22秒31 总时间1分09秒41